十早新老公刘彦里 现身台中市政会议立刻被媒体包围 因为他被周刊指出 对姐姐和姐夫的设诈案早就知情 再度强调设案就离职 不过根据周刊报道 刘妈妈帮同样设案的林于伦 找罗姓律师辩护 并帮忙付律师费 再一度拖欠还被律师找上门 后来是留言里出面付款 周刊还转握刘母与林于伦妻子对话 得知林于伦妻子握有女儿的录音档 刘母还向她索讨 更称以后他们要学乖了 万事不可以投机取扯 点名母子早就知道杀妻洗钱案 走的事紧接着徐草新就公布录音档 讲到说 我去帮我姐姐付了律师费 我要郑重说没有这个事情 只需乌有 那那个他所讲的那个律师我认识 罗姓律师也是关键人物 周刊指出刘顺杰夫妻和林于伦 去年就吃上官司 走跑后律师因为是刘家付钱 才跟刘顺杰夫妻说 好在遇上菜牛检察官 你们很幸运没被羁押 对林于伦并不知情 也让他的妻子此案事发后 无法接受遭甩锅 但这名律师赶紧发声明 称当初并非由刘家委任 也没说过那句话 更不是三月新案的律师 你自己的女要拼无罪 你对林于伦只是要拼缓刑 缓刑还是有罪的 只是缓刑而已 那最后为什么说 林于伦太太会觉得说 你在利用我先生 这矛盾越来越深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 会抖出来 夫妻党一个赌工作 一个赌婚姻 选择相信对方 但捐授如何 就等司法理清 明星文综合报道 对方